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为他走得比人慢 最后他跑得比人快 这句广告的口号 这个slogan大家听到很感动 当日你是怎样被他接触跑步的 实际他接触跑步不关我事 他是学校的每一年的运动会 当时潘健女先生去运动场 看他们的特殊学校训练的学生 在里面挑选一些有潜质的学生 去参加他们的训练和培训 当时潘健女就觉得他有潜质 就跟他说 你想不想参加田径训练 他就马上来问我 因为我有陪他去参加运动会 我就说很辛苦 他说我不怕辛苦 当时他完全想象不到田径是这么辛苦的 当时很年轻 就是因为他跑步 因为很有趣 我说好 你就去吧 然后进入残奥会训练班 你陪他比赛这么多次 有没有说哪一次比赛你最深刻的比赛 实际最深刻的比赛就是08年北京奥运 因为 因为那次那种压力 我想我非不物能形容 他那个压力就爆煲了 应该是怎么去化解呢 现在过后我都觉得服了他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化解 我自己去化解 我那种好意 因为我的压力就来自他 他没有压力 你就没有压力 是啊 当然 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他没有压力 我当然没有压力 但我看到他真的很大压力 就算在我运村我见到他 我都不敢跟他说什么 因为还有赛事还没给完 当时100米输了金牌 都不敢跟他说什么 回想起来他都算硬正的 算好东西 自己都化解到 最后也拿到200米金牌 而且好像破了世界纪录 所以我妈妈想问一下 其实你全職照顾的位子 一定不容易 当中有没有什么辛酸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实际辛酸应该是他很小的时候 现在过了这么多年 我想都忘记了七七八八 但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儿子 你这条路会难走一点点 其实当年确诊之后 医生都叫你考虑清楚 因为韦仔是一个不一样的小朋友 你可能要一生一世照顾他 有什么令你坚持呢 当时是晴天霹靂的 那你就要努力面对 如何捱过来我又是不记得 因为时间太长了 但我相信那时候 不管精神压力好 经济压力好 很多外来因素 或者自己的心态 都要靠自己克服 我又不知为何会克服得到 很努力去面对 照顾到他这么大 你的催俱路 你自己能捱到 但相反地 你见到韦仔 他整个本身伤痕 甚至腰很痛 但他都要继续去比赛 你有没有叫他 不如放弃或者休息一下 不要那么辛苦 有没有 有跟他谈过 因为他的伤患都很严重 伤患的严重 有时他连坐在这里吃饭都不行 即是坐得久又不行 坐多久就要走开呢 我想不会很久 坐几个字左右 他一定要站起身 站起身 我有跟他谈过 我说现在都去到这样 还有你世界上 那么多赛事 你都拿过金牌 你都没有遗憾 不如自己退吧 你考虑一下吧 他自己考虑完之后 他跟我说 我还是想继续跑一下 那我就由他 但是没有心痛 心痛 心痛 也不心痛 是自己的儿子 一手一脚我照大他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 怎样的儿子 他是一个很孝顺 什么都好 以家庭行先的 很关心身边一切 他是人家的东西 反而自己他就不上心 他是一个很好的 试下青年 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对人好 虚心 那这些应该是 在父母身上学回来的 不是的 是他自从出来 接触了田径之后 他不断去比赛 首先他最重要的就是 接近教练 教练等于父母 我觉得其实妈妈 令你有今时今日的成绩 和地位 其实他付出了很多 对 妈妈也付出了很多 因为始终他帮到我 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家庭 一切加家庭 所以就自己 因为很感激他 因为始终自己之后 会一直同样去孝顺他 因为始终我妈妈 为了自己付出了很多 好了